标题就包括了我们蛇的一般的标题跟蛇的字幕 字幕的部分 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效果 Ending 没机会 某某人感谢某某人感谢爸爸妈妈感谢我的 亲朋好友感谢我的 演出人员 所以这个当然可以做一个动画 那么一般我们跟人标题跟视频 你一样 比如说你看到下面这边 假设你要哪一个效果你就按个丢一下 就可以了 他等于是内建的素材 那如果你不要动画的 或者你只要自己编辑的 没有关系 我们就自己来这边 你看这个T1 假设我从最前面好 好 我在这边 我们就来 他有没有很大的触告力 前按两下 就可以产生新的标题 走走走 那进来 进来之后 当然这个颜色啊 大小我们就可以自己决定 通常因为做标题的事情 跟我们大概做简报差不多 也就是说 我们在简报面标题 是通常大概就 至少差不多20以上 标题 才会当标题 是吧 那如果你当内文字 也就是一般那种字幕的字 小模板 你常要来14以上 16 差不多 所以说不会太假 因为太假的话 你会发现 在萤幕上 我们就看不清楚 那所以我们在边 找看看 这里有蛮多的 蛮多事情的 好 我们就找 回软正黑题 好 没有变 回软 好 新秘也可以 没有 出语进来了 那大小一样可以说 放一样 旁边不要怀疑 这是旋转 登登登登 哇 这里也可以自己做动号 好 那假设我就放这样 那么 这个是一个 那如果你希望它 本身字 能够比较清楚一点的 我们通常会搭配什么 你看这个字 预测每一个阴影 对不对 阴影在哪个这边 外窗阴影 有没有看到 预测有一个这个阴影 好 你如果拿掉了 这字就变平了 好 就变平了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你也可以加外窗 我们常见的方式就是 加上一个外窗的宽度 你看 我把它加 也就是加一个黑色的 这样 有没有就出来了 好 尤其是在做字幕的时候 因为字幕的时候 我的内容 有可能我底下的影片 有可能遇到跟字幕一样的颜色 这个时候 你如果字幕没有搭配阴影 或是外窗的话 诶 那可能字 就会跟背景颜色 一样就看不清楚 那第二个是说 字 字幕通常在这边比较多 有的是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边 那这个字的话呢 如果你要变直字的 不要从这边打 这里有直字的字在这边 好 直字的字在这边 我现在 我就先暂时把这个 我用刚刚那个音笔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 好 我先确定 那么 如果你万一想要产生动画 你看预设 有没有 标准也是三秒钟 好 三秒钟 如果你不想要那么长 那你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 我来这边做一下动画 他会用动画 有没有发现动画又进来了 你可以自己决定一下说 诶 你想要怎么出现 比如说我想要用这个 那我们就先扯了一看看 这样OK吗 好 这个大概没什么太大问题 不过 你做动画的时候 可以还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你有发现中间有这个 这个 扔下去 哈哈哈 放大就好 有没有 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复叠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控制他出现的时间 诶 字幕也是一样 你不要讲说痛了 就走人 因为有时候 你会发现他没有停留的时间 当然有的可以调 有的不能调 所以我们在这边点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我们找一个可以调的 比如说掉落好了 掉落这个 哇 刚好这个 这几个都不能调 摇摆 好这个可以调 有没有发现 它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调 所以如果你要摇摆 那就是说 好前面摇摆多少 中间停一段 然后再出去 所以我们稍微 可以看看 有没有中间停一段 后面没看到 后面摇摆 我们看一下 摇摆进来 停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一下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靠了 马上靠就走了 那只有发现 等到最后辅助 才看到标题的时间好像不太对 你就要再回头再修改 这样就比较内人了 所以 你稍微调整一下 你看 你看这里 摇摆的角度 你可以只有定义 定义一下 那 字幕我想 大致上 我们通常不会做太多变化 不会做到变化 所以应该大致上就够 如果你做好了 假设这个效果 你觉得 我以后还蛮常用到的 不要客气 把它放回来 就变成以后你的版本 这样你了解了吗 对不对 所以跟我们前面一样 没剪过的 或者没有它有什么效果的 我就可以丢回去 以后当作版本来用 当作版本来用 那 再来呢 编辑这边其实 像这个4 它还有一种是从外面进来的 可是这个我觉得大家用到机会比较少 这种通常就是说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有没有 看院见片 但是因为那个电影还没上院 你就看到了 所以没有字幕 就把那个什么字幕档招进去 它那个时间就一样 所以 这个还有一种可能会用到就是 拿来做那个什么 MD 我们以前叫MTB 现在叫MD 就 你可能搭配那个字幕 那我就 因为那个字太多 所以我们就是先把它文字档准备 就是招进去 可以 这个是用到的 那么 我们最后呢 就来看一下音讯的部分 声音大概分了两种 一个是所谓的旁白 一个是背景音乐 那么旁白当然没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录 或者就是 直接从这边录音也可以 你会录音你准备好 那 这边 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在于说 它送你 它有送我们一些内定的声音 这些声音的话 大多数 都在多少 一分钟里面 或者一分钟多一点点 那所以不见得适合你的需求 所以可能我们需要从外面抓进来 那你看到这个声音 有没有发现 那个声音 有点熟 对不对 因为跟剪影片有没有一样 都一样的 所以你就是利用这个 去控制它而已 或者是用左右这个 去控制它的长短 控制它的长短 那 但是不管怎么样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丢进来 丢到这边 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的声音其实比较长 好 我丢进来之后 可能 我们一般的做法 我就是从这边听 还是我从外面直接抓 我们有一个那个 音乐素材 我们就随便 抓一个 要抓哪一个 哈哈哈哈 好 比如说我们抓小微 这个也蛮常听到的 我把他丢进来 这个我就先拿掉一下 你看 那里我们先像这个 对不对 先看一下到底 差辣这 哦 他就整理 那如果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截取 那个比较高潮的地方 一直前奏 尖奏 尾奏 我们就把它拿掉 好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 先 play一下 我点到这边就好 我们先听看看 对 前面这都不用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 尖 就是前 差不多 准备开始了 那我们就 有没有 起头 好 那么我们就先看看 尾巴这边 对 我影片不是到这边吗 我就先看看尾巴这边 他放到哪里 所以你千万不能在刚刚那边断掉嘛 这样就很奇怪 欸差不多到这里 对不对 有一个断落 所以我再把它剪掉 那没关系我剪完了 我再把它变 是再把它撑开 好再把它撑开一下 那我们现在看到 欸 后面这边 你现在不是有音乐 没有影像吗 这样是有处理方法 好 第二种就是说 你也许在后面 你就可以再放一些 比如说回顾啊 对不对 我把前面的一些照片 比较精彩的 我们再回顾一下 再把它撑进来 这样也是一个 好也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 正面的部分 通常你最后 我们就做一个淡出 淡入淡出 好 好